你们有听过韩国军众的灵涅事件吗? 有些人甚至因为这样而丧命 像最近有一部韩剧叫 《第一批逃兵最弃令》 定海阴言的 就在讲这些事情 那我看完这部剧 觉得很难过的事情是 它里面的那些事情 全部都是真实的 大家好 我是卫酸人 今天这一次是我收到 Netflix的合作邀请而制作的影片 当初Netflix说 希望我拍一支影片就好 但我看完之后 太多感想 太多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终就不小心变成四支影片 好 那接下来这四支影片 都是有关于Netflix的新的韩剧 叫《第一批逃兵最弃令》 今天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支 韩国军中真实的灵涅行径 那进入到正式的内容之前 我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知道很多粉丝们是 吃饭时间边吃饭边看我的影片 今天这一支影片 我觉得不太适合配饭吃 因为它非常非常沉重 韩国军队里面有很多不讲理 不合理的一些文化 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 就是很多长官还有学长 会用他的权力和位阶来 欺负这些士兵和学弟们 那那欺负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残不忍睹的 那我今天整理给大家的是 过去被媒体有爆出来的 实际的灵虐的案件 还有可能媒体没有报道 那可能没报道是因为太习以为常了 但我的双眼确实有见到 或者我真实知道的一些灵虐的心境 分享给大家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没办法全部告诉大家 但是我还是有试的去挑选出一些 并且整理成几个类别 那我尽量用它的残忍程度来去排出来 就是从最不残忍的开始 第一个类别是肉体的暴力 第一个是集合 集合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学长会说 几梯以下的全部集合 集合之后他们就要排排战了 排排战就开始被打 打人的方法 如果轻微的话可能就是甩耳光吧 掌骨 这甩耳光是比较轻微的问题 不会 在韩国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被学长甩耳光 感觉是一个蛮理所大的事情 我从小到大也被甩过很多次 然后用圈头打 用脚踢 这都很正常 那你在集合过程中被打 不止集合了 只要是被学长打 打在地上 你要想办法再站起来 那继续给他打 被甩耳光了 你就想要再把脸弄正了 再继续给他打 这个是这些肉体暴力事件里面 最轻微的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 那再来稍微严重一点 就是踢小腿 那你们知道军众都是穿军靴嘛 对不对 军靴前面很硬 我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这真的非常非常痛 就感觉腿要断掉了 那再来下一个叫 圆山炮击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是 用伏地挺身的姿势撑着 但是你不是用双手撑着 而是用你的头去撑着 这个基本上现在的韩国军队 基本上也是禁止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超级痛 而且也很难撑着 这个不小心会伤到你的颈椎 但是这可怕的点是什么 因为很难撑着嘛 就很容易抖 一倒那学长就会提你 继续下去 下一个叫卷饭卷 就是让学弟们这样 肩膀这样勾起来之后呢 就围成一圈 然后在地上滚 这滚动的行为就很像卷饭卷 我不知道该说有创业还是智障 那这个我也亲眼目睹 而且我曾经也做过这件事情 好 那再来就是拔毛 蛮好懂的 就是就拔你的毛 这个拔毛的行为呢 不会被当作是特别暴力的行为 你痛的程度可能还好吧 但是他一直拔一直拔 那不也是很讨人厌门的 就是这么无聊 再来下一个叫洗衣 洗衣不是真的洗衣哦 它是要学弟们哦 就是韩国的军中啊 以前是通铺型的 然后后面会有衣柜 那就是要你这样倒立之后呢 腿挂在衣柜的上面 那这叫晾衣服 那还有一种事 就是因为是通铺型的 两边中间有个走道 那你就是要把头跟脚挂在这个两边通铺上面 那你的身体就悬空的 那觉得这很像是洗衣板 不知道为什么取名要这么有创业 再来下一个叫盖被子 盖被子是什么呢 这个是主要是针对那些皮肤比较脆弱的 比较容易有湿疹的那些人 就是在夏天很热的时候 盖很多条被子在这个士兵身上 然后让他起湿疹 那再来是关衣柜 就让他关在里面3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 下一个叫学长待坐法 连坐法有听过吗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们是同梯的 其中一个犯错了 那你们同梯一起被罚 那这在军中很常见 其实在台湾的军中也是很常见 但是学长待坐法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如说97梯的有人犯错 那我就去罚96梯的 那听到这里就觉得说 哦那这样不是以学弟立场是比较好吗 就是学长待我被罚 但是你们想想 你的上一届的学长就主要管你 主要去电你的那个学长 因为你的错而被罚 那些你上一梯的那些学长 会对你做什么事情 后面的地域我不用解释 大家也会知道 这个可怕点 好那再来一个叫搓菊花 韩国人从小到大很喜欢 搓人家菊花 叫东琴 那亲尾的话是用手这样 东琴这样 朋友之间很常玩 说真的我小时候也很常这样玩 但是在军中这个东西 就变得比较严重一点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道具 可能会用枪管 可能会用那个短刀 就会再变态一点 那这个基本上 现在的韩国军中也是禁止的 但禁止会禁止 韩国人就是喜欢玩这种无聊的东西 这个东琴是现在目前 我在韩国社会还是会看到的东西 所以必须相信军中这个真的会不见 那再看下去 下一个叫灌场 它就是硬逼你灌场 比这个残忍的还有很多 下一个叫排泄管理 就是学长不让学弟们去上厕所 甚至也不让你放屁 如果你刚好那天喝的水少 吃的东西少的 可能有机会 但是这些恶魔学长们 就没这么轻易的放过你 有很多人是会先把你灌场之后 再让你排泄管理 就不让你去大便 你如果人不住便出来 就快走 这不只是单纯被殴打时候的人格 被侮辱的问题 就是你作为一个人 因被逼迫尿裤子 或者大便失禁 这实在是非常明明人性 再来还有叫鼻腔抽烟 韩国人很多人抽烟 这很多人知道 但是其中有很多人 抽烟是在军中被逼迫的抽烟 你不抽烟的话 可能抽烟的学长会欺负你 那他们欺负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叫鼻腔抽烟 把烟塞在你的鼻子里面 让你用鼻子去吸那个烟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非常非常刺激的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逼你抽烟 那下一个叫吹气球 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过去不知道 那后来得知之后 觉得非常非常可怕 因为我以为在军中 会有这样凌虐行径的那些学长 普遍都是没在念书的 因为在学校里面 特别爱欺负人的那些人 就是不爱念书 就是混啊 每天喜欢打架 但是这个吹气球事件 是发生在军医队 医学系的 他去当兵 就会进军医队 那这个军医队里面 会欺负学弟的方法是 用听人去把学弟的脖子 给勒起来 那勒到这块脖子会战红的 觉得那个样子 感觉很像气球一样 所以叫他吹气球 所以想说 这些人不是有在乖乖读书的吗 连他们都这样欺负学弟了 蛮令我意外的 不过想想 韩国之前也有一些 高丽大学医学系的男生 有集体性侵女性同学的案件 所以这样想 感觉可能就算读书读得好 功课好的 还是有很多乐趣 那再来下一个叫涂药 涂药是什么概念呢 它就是会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 涂在你的一些比较敏感的部位 这个最常见的就是牙膏了 可能是堵在你的眼睛 或者你的性器官 或者肛门之类的 还没结束 那下一个叫额头夹热水 就是要让两个学弟 这样面对面站着 不能用手 手要扫吸的状态 然后会准备一个装热水的杯子 然后放在他们额头中间 让他们要用额头去夹整个杯子 那杯子里面水不能掉出来 杯子也不能掉下来 更变态的在后面 这个我直接翻成啄了 那啄的意思就是说 会用烧的红红的金属去灼伤人 可能会用汤匙筷子 或者是可能会用一些刀子之类的 甚至还会有一些人是用烟地 烟点火之后用烟去烫人家 但是还没有结束 一个叫烧脚 就曾经就说有学长们 长破学弟 在他的脚趾头中间夹很多纸条 之后开始烧那个纸条 那纸条烧到他的脚的时候 开始灼伤了 那再来叫电脊 就据说这是通信兵很常做的事情 那军中也没有什么电极棒啊什么 但是他们就会很有创意 通信兵会有一些通信的什么无线电之类的 那他就会通电了 他就会拿那个电线去电学弟 我这傻眼到会笑出来了 最后我听到觉得最残忍的是这个 对话的时间 那这个是要学弟用伏地挺身的姿势这样撑着 就是说在他的腹部底下会放一些刀子 那这样他就不能不撑着 如果是撑不住了他就会受伤了 那这个过程中 这些学长会拉他的脚啊 或者踢他的鸡鸡啊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殴打他 然后就欺负他 就想办法让他失败 但是失败的话 他就是刀子在下面 这个行为命名成对话的时间 就觉得说 这个是学长跟学弟进行对话的时间 那这些是韩国军中实际真的有发生的肉体暴力事件 接下来下一个分类是性暴力 性暴力的话 最轻微的叫半夜即可 像韩国男生很容易就是半夜睡觉的时候只穿个内裤 台湾人呢 我看服务员都有穿睡衣的习惯 那在军中可能是天气热的话 就更可能是不会是穿衣服的 那半夜就把这些士兵全部叫出来之后 让他们在外面的操场即可 还是即时即可 所以他们是不能穿衣服 睡醒的状况马上就要出去了 那这时候在操场就是一直罚站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夏天的话可能蚊子就会一直叮咬 那冬天的话就会很冷 这是最新闻的 那再来叫裸体升级典礼 就是你知道最低的位阶就是二兵 然后再来是一兵嘛 就是当你这样升纸的时候 他们会自己再办一个升纸典礼 但是要裸体 然后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过程给录下来 我也觉得他们是很有病的 那再来还有叫蛋蛋锻炼 这个蛋蛋就是你们想象的蛋蛋 就是因为里面都是一群男生嘛 怎么锻炼法呢 踢蛋蛋 打蛋蛋 捏断蛋之类的都有 然后还会有一个叫 摩托车 就是把你的双脚抬起来之后 脚踩在你的蛋蛋上面 这样震 那当然这个过程 不可能捏断炼到你的蛋蛋 但是反而蛋蛋可能会破裂 曾经就有发生过因为这个过程中 导致蛋蛋破裂的一些例子 但我相信信在军中 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这个蛋蛋锻炼 我可以说差不多70%以上的 韩国男生们都有遭遇过这种事情 我小时候也很常被这样对待 不只是就是学校的那些 遏止的学长会对你这么做 韩国很多长辈也这样玩弄自己的小孩子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韩国男生蛋蛋很可怜 去去看下去 再下一个是柔胸柔臀 就因为韩国军队跟台湾不一样 是要关很久才能出来放风一下 那这些血气方钢的男生们 他们就是特别兴饥饥渴 所以只要看到一些 可能觉得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就是比较女性化一点的学弟进来 他就基本上就变成玩物了 他就是被摸胸柔臀啊 睡觉的时候就一定要睡在那个学长旁边 给他摸之类的 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常见 这进一步再严重一点就可能会出现 就强迫学弟在学长面前 或者多人面前自慰 或者强迫钢胶 或者强迫口胶 或者强迫集体性交这种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的常发生 再来是跟食物有关的暴力事件 第一个是强迫进食 强迫进食的东西可能非常非常多样 有时候可能是纯粹的饼干 他就是要买很多饼干之后呢 硬要逼你全部吃光了 吃到撑了 他还是要逼你吃完 这些是食物就算了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可能有加烟蒂的饮料啊 之类的 这些基本上不是人吃的东西 甚至大便 这些东西也会逼学弟吃 在学校的情况的话 其实这种时间也是有 就很常有学长逼学弟喝酒 那酒里面可能会加烟蒂啊 或者他们会吐痰啊 会加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就逼学弟喝光啊 或者把酒倒在学长的运动鞋里面 有些韩剧或者电影有演 那这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学校都会有 那我相信军队只会更严重而已了 再来下一个叫反厨 反厨是什么呢 我觉得比较没那么变态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学弟一直被操嘛 被操被欺负到吐了 那学长逼他把吐的东西给吃下去 这东西不严重是因为有更严重的 就是学长会逼你吃厨鱼 我不知道呕吐跟厨鱼哪个比较恶心啊 那两个都恶心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都真的有发生了 最后一个分类叫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最轻微的 第一个我排的是叫对镜子骂自己 就学长逼学弟对镜子骂 那骂的方式是说对镜子你自己骂说 你妈是妓女啊 主要是侮辱自己的妈妈或者爸爸的方式 那第二过分的我觉得是叫七龙珠 那这个七龙珠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学长会在操场啊或者是在那个他们的寝室里面 会撒很小的什么东西 可能是很多很小颗的糖果 韩国的一个战斗粮食叫 甘的甘粮小小的 那他往往会附着很新兴形状的那个 薄糖叫薄鱼薄糖 那这个薄鱼薄糖很小 那一包里面有很多颗 他会把这个薄鱼薄糖撒在寝室 或者撒在操场之后呢 让学弟们去找 找完所有的才能睡觉 或者有些你知道有些枕头里面会有那个圆珠状的塑胶 就把它撒在寝室里面让学弟去找 因为要寻找这些散落在各地的这些东西 所以就很像那个七龙珠里面去找那个七龙珠的过程 所以叫它七龙珠 那再来叫宗教霸凌 那这个最常见就是逼你改信另外一个宗教 如果你是基督徒呢 你可能一定会带着圣经嘛 就逼你烧圣经 那再下一个是妨碍睡眠 这妨碍睡眠的方法也是蛮变态的 当一个学弟进来之后 看到这个学弟觉得他的睡眠习惯不好 就翻身体啊 或者手可能露出那个被子 后来打呼就把他叫醒 就让他没办法好好睡觉的意思 因为毕竟是很多人一起睡嘛 但如果这个学弟打呼的话 那就可能会惹毛到学长 那这个学长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欺负这个学弟 那这个再严重一点呢 就会出现下一个事情叫 就让打呼的那个学弟带着防毒面具 这个事情呢 就曾经因为被逼迫带着防毒面具睡觉 而窒息死掉 所以据说是严格的禁止了这件事情 再来下一个叫奇数例外 奇数例外是什么概念呢 就军中很在意那个阶级嘛 对不对 就是几题几题这很重要 但是如果学长看你不顺眼 或者你同梯的看你不顺眼 那很有可能你会被通知说 你是奇数例外 意思就是说后续所有的学弟们 就不会把你当学长 所以当你要学弟们做什么事情 学弟们不会理你 甚至学弟也不会跟你打招呼 也不会向你敬礼 就当作你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这感觉在学校也很常出现这种动作 那这个再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你们知道军中会有所谓的军官和士兵的概念 那军官就以整个军中的一个阶级来看的话 他是比士兵高很多层的 但是士兵如果是比较早进去的 他是老鸟 但来了一个菜鸟军官 那这时候有些老士兵 他就不听这个菜鸟军官的命令 那这样就算了 他会指使所有的士兵 就不要离那个军官 所以那个军官明明是军官 然后要带领士兵一起做什么事情 或命令士兵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所有士兵们不鸟 不鸟他 那这个就有点像奇数例外的 那最后剩下两个了 这后面这两个是实在太恶劣了 首先倒数第二个叫动物调教 那意思就是说 就是把一个人当作动物来对待 就把他当狗来牵啊 狗知道狗会吃什么东西 吃食对不对 所以就是会为这个被当狗的人 喂他吃飼料啊 或喂他吃喷啊 喂他吃食都有可能 饲料感觉很流行 饲料你觉得OK 跟其他人听到现在觉得就OK 对价值观碰崩坏了 那最后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东西 叫人类马桶 那意思就是说 你被大家集体当作马桶来对待 大家会在你身上尿尿或者大便 那你不能反抗 因为你是马桶 就给人这样侮辱 这些是我今天整理给大家的 韩国军中真实发生的灵略行径 我觉得看到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不舒服 那我在军中是没有被欺负了 我在国中的时候有被欺负了 但是从高中之后开始 我就比较有办法保护我自己了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这些事情真的有 因为我有看过 甚至有些是我国中的时候 有被这样对待过的 所以特别难过 会激起我很多心理创伤 所以我在写这个脚本 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 都叹了非常多口气 好那我进一步想要跟大家讲讲是 韩国军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 那要完整的分析的话 我另外最做第二支的影片 来试着去讲出了 我自己的分析结果 那如果要简单 只针对军中 为什么特别常出现这样的现象 来回答这问题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到 军队这个组织的特性 首先它的存在目的是什么 它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 那当然大家都不想要起战争 但是一定要有准备战争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跟很多国家比起来 韩国人普遍对战争的这个记忆 是特别记忆有型的 因为不久嘛 不是那么久之前就发生过很大的战争 就在韩国战争 而且北韩又一直在上面闹事 所以韩国人长期来一直就觉得说 战争好像离我们不远 我觉得这是跟台湾的军队 不是很一样的地方 韩国人其实尤其在军队是特别紧张的 而且像南北韩将界是接壤的 像我的表哥 他就在江远道的最前线 他是沿着南北韩中间的铁网去巡逻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真的会看到北韩军人 那一不小心就两边就开枪对战 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韩国的军队 特别容易沉浸在备战状态 那在备战状态中 人权当然不是那么的重要 你知道战争中就是上面有什么样的命令 就算你知道这个命令下下来 你照着这个命令去执行 你一定会死 你还是要照样执行 这是战争 所以韩国军队里面就很容易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想要让士兵 习惯于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很不合理的命令 那这个界限一守不住 就会出现这种事情 那再来是义务义 绝大部分被欺负的 其实很多是义务义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想想义务义跟职业军人的差异是什么 职业军人他继续升下去 他就可能当长官 那真正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去当当子弹的 是长官吗 不是对不对 是长官在后面发号司令 让士兵去当当子弹的那个角色 所以很自然在整个军队里面 义务义的士兵的角色 他本来就在军队里面 是被当当子弹的 被当当子弹的 你哪来的人权 你就是要送死的 所以韩国义务义 在韩国军中的地位就特别的低 特别的没人选 再来是军队当然会很强调服从命令 那一个义务义 肯定会有一些适应不良的状况 那军中对待这样的人的态度就是 你不听话那我就搞你 我就垫你 用这样的方式来 想办法戳这些人锐气 好让这些不听话的老百姓 未来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可以乖乖服从命令 那再来组织的阶级化 这实际上哪有什么组织 比军队还要阶级化的 阶级分得这么清楚 同样是士兵也会分梯次嘛 所以每一层每一层 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都往往都会有上下关系 军队的这个上下关系特别严重 那当然阶级分这么多层的 那就是越在底层的 肯定没有地位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原因之下 韩国的军队特别容易发生 这样的灵略事件 那下一个问题 难道只有军中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在前面在讲这些案例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应该有听到 就是不只军中有这件事情 其实韩国的学校校园 甚至外面出社会之后 还是蛮常见这样的事情的 只是没有军队这么严重 那最后 那韩国军中这样灵略的 行径灵略的现象 有改善吗 我只能说韩国政府也好 韩国的政治人物也好 有一直在放话说 要改善这些问题 那也是有像台湾一样 台湾好像是1985嘛 就是军中如果你有被欺负啊 或被不平等对待啊 这些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可以打1985 它是直通国防部的 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看到发现 好像蛮有效的 有几次有点被不合理的操的时候 就总是有一些阿兵哥就会打这个电话 隔一天或者两天之后 马上就会有很高的长官就来之后 整个单位就天翻地覆的 但是就我所知 韩国有这个电话没错 但是也很常是被压下来 但是好在什么呢 就韩国的媒体自由化 也是现在进行的还不错 所以你知道这些EU的 他们就在服役期间是阿兵哥没错 但是服役结束之后 他就是一般老百姓 你们知道这个权力关系吗 我在当阿兵哥的时候 我是那些长官的狗 我是国防部的狗 但是我只要出了那个军营之后 我变成老百姓的时候 这个权力上是不一样的 我是这个国家的老板 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政府是要听我的 政府不能让我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权力关系是会颠倒过来 那我觉得至少现在有很多EU的士兵 有意识到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有在好好地利用这些人来保护自己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有比以前好 但是就我观察到的台湾跟韩国比较的话 韩国还是差台湾太多了 当然这可能是有北韩这个存在的关系 这件事情有点难以避免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觉得韩国的军队 明灭人性 还有灵虐的这种事情 希望是越来越少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我觉得可能没有 就是只要有EU的存在 征兵制度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很难解决 如果所有当兵的军人 全部都是自愿去选择的 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做的时候 或许可以解决 因为你想想 你在职场被霸凌了 就不爽你就不做就好了 对你来说这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对EU来说那不是选择 那是被强迫一定要做的义务 所以就算我说被长官欺负了 我不想要当兵了 国家不给你这个选择 这是可怕的点 所以在征兵制度之下 军中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 这样的文化 我真的觉得蛮难的 在我有限的对这个体系的了解 来思考到 我觉得可能只有慕兵制 才是唯一的答案 好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下一支影片 我就接着分析一下韩国 为什么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内的阶级霸凌 或者是权力霸凌的现象 OK 好请大家期待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知道这样的学长霸凌 学姐这种文化之后呢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哥哥是被霸凌 被灵虑致死 这我也不知道 蛮难过的 学长霸凌 是一张生产业的 是手工人的